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昨天我在搜索AppToy这款应用商店的时候 看到了两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Google Play最大的竞争对手 欲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叫板谷歌 第二个新闻是AppToy期待与华为建立伙伴关系 下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两则新闻 并且详细演示一下AppToy的安装与使用 让我们先入围快 下面我们来到了电脑的桌面 我打开了这两则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起底AppToy的 这家葡萄牙应用商店 预议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叫板谷歌 我们看一下它的发布渠道是 第一财经是国内的一个媒体 AppToy在内容商店提供了超过90万个应用程序 并拥有近2.5亿用户和61次下载量 关于这则新闻的具体内容 请大家浏览一下 我会把这个网址发在视频描述里面 第二个新闻是Google Play最大的竞争力 这时候AppToy期待与华为建立伙伴关系 这个新闻的来源仍然是国内的网站 它的真实性我们有待了解 我同样把这一则新闻的链接 也把它放在视频描述里面 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AppToy这一款应用商店 AppToy是在安卓操作系统上运行的移动应用程序的替代市场 在AppToy中有默认的Google Play商店不同 没有独特的集中商店 每个用户可以管理自己的商店 我们再看一下绿色资源网对AppToy的介绍 AppToy商店中文版是一款针对Google商店付费软件 打造的免费应用下载市场 提供超多免费软件的下载 简单方便 关键是看下面在 AppToy中的APK是一个可以直接下载Google商店付费软件的软件 无需登录Google账号便可下载Google商店付费 才能使用的软件和游戏 下面这个内容是 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它的优势 无需注册即可下载喜欢的安卓应用 查找安卓市场未提供的应用 下面我们再打开AppToy的官网 我们看一下 直接可以安装 点击安装以后呢 可以用手机直接扫描二维码 也可以在这边点击下载 打开应用商店 这边也有一个安装AppToy的一个链接 这边呢可以任意的搜索自己需要的软件 关于这款软件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么多 下面呢我们在手机上进行一下演示 下面我们就在手机上演示一下 AppToy这款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首先我先把手机屏幕投放到电脑屏幕上 连接成功 关于如何实现手机屏幕到电脑屏幕的投放 在前面的视频中我有过具体的讲解 我也会把这期内容放在视频描述中 请大家选择观看这款软件就是AppToy 我已经安装在了我的手机上 前面的一个软件大家可能熟悉 这是我上一期视频中推荐的一个软件 它也是一个应用商店 AppToy和AppToy 这两款软件呢在打开的时候都需要科学上网才能打开 现在呢我就连上VPN 在AppToy这款软件中仍然能实现AppToy的安装 打开上期视频所讲解的这一个应用商店 输入AppToy 在下面的应用中就可以找到AppToy这一款软件 因为我已经安装了 如果是没有安装的话 它这边就显示安装两个字 我们点击安装就把这款软件安装到了我们的手机上 也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 seeing.apptoy.com进行安装 下面呢我们就在手机端打开 AppToy这款应用商店简单了解一下 这边是主页 通过编辑我们可以创建自己的应用商店 搜索功能可以在这边输入我们想要搜索的安卓应用 我们点击应用打开一下 打开应用这边更新 这边更新的就是我在手机上已经安装的一些软件 它提示更新 通过应用的可以管理我们的应用程序 可以安装 这款应用商店和APK Pewr这款应用商店的区别就在于 APK Pewr呢搜索的主要是谷歌应用商店里面的应用 AppToy这一款应用商店呢它不仅仅包括谷歌应用商店 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都可以进行搜索 这一款应用商店的功能呢比APKPewr功能更加强大 希望朋友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体验一下 好关于AppToy的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再见